在国内疫情升温之际 动态艺文活动纷纷取消 静态展览则是持续进行 并持着艺文推广的场馆 国富纪念馆 为了确保民众的卫生安全 严格执行消毒程序 并且按照中央政策 规划限制人数 体温量测与提供酒精 那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 对国富纪念馆的这个庆祝的活动 转化成为为全民为台湾来祝福 那希望大家共同来面对 这次疫情的升温 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的平息下去 让大家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生活 再次共同来历临国富建议馆 共同享受美好的艺文生活 配合这个疫情的这个等级 那相关的这个展览的活动 我们是一巡文化部的指示 所有静态的活动 目前在二级的这个部分呢 静态活动是持续的 那动态活动我们也经过了检讨 原则上面在六月八号之前 相关的开幕啦 记者会都一律都取消 那我们是希望在六月八号之后 能够回复一个平静 那然后能够来陆陆续续的来 恢复举办 另外今年适逢 国富纪念馆四十九周年 虽然取消动态活动 日前进行为期五百四十天的 园区景观改造工程 目前施工进度如期 届时将恢复建筑师王大洪半世纪前的原始设计精神 将中轴广场花坛拆除 改为双排林印大道 整修水池增设山江里铁道支线意向 希望带给民众新的场域意向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